梁洛诗参加了香港的无像之像的画展 他之前曾经晒出自己在豪宅里面画画的照片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 其实梁洛诗在画的是佛像 梁洛诗画的画就像是为了参加这次画展的 另外梁洛诗还参加了香港一个佛教活动 关键梁洛诗是穿着居室服装 去参加的 这就说明梁洛诗是已经皈依佛教 梁洛诗不过是没有出家 只是在家里戴法修行 梁洛诗皈依佛教了 那么未来他在感情上很可能就不会改变了 不知道看到如今的梁洛诗 李泽凯会不会后悔呢 对于李泽凯来说 梁洛诗皈依佛教了 他未来可能就会成为孤家寡人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李泽凯已经是58岁了 他现在也是单身艺人 虽然李泽凯跟郭家文并没有明确分手的消息 但是郭家文已经付出工作了 那么他们大概率就是分手了 李泽凯这几年的状态跟年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李泽凯身边的女明星是一个接一个 可是现在自从李泽凯跟梁洛诗分手之后 他只有郭家文一个女朋友 李泽凯年纪大了 对于女人的需求也在改变 如今他的心思都在事业上面 可是李泽凯也不年轻了 等以后年纪更大了 身边总是需要一个女人 李嘉诚在妻子去世之后 虽然没有再结婚 但是至少他也有周凯璇这个红颜知己 李嘉诚如今生活其实更加依赖于周凯璇 而不是依赖于两个儿子 李泽凯现在才58岁 在事业上是年富力强的日子 可是再过十年 人肯定是要走下坡路的 那个时候李泽凯肯定是需要一个女人来照顾他的 这是人的正常需求 李泽凯现在事业已经如此成功 而且他现在对女人也是开始谨慎了 李泽凯跟梁洛诗生了三个儿子 他现在肯定不会随随便便选择一个女人 李泽凯已经不是年轻时候的李泽凯 对于李泽凯来说 其实如今梁洛诗成熟了很多 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刚刚出道的梁洛诗 李泽凯跟梁洛诗也生了三个儿子 两个人当年感情也是非常好 只是李泽凯那个时候喜欢自由 不愿意结婚 梁洛诗又不愿意无名无分地跟着李泽凯 于是两个人最终就分手了 两个人分手之后 梁洛诗带着三个儿子去了加拿大 这两年梁洛诗带着孩子回到香港 他们也是生活在李泽凯提供的豪宅里面 这套豪宅是李泽凯当年耗费了两亿所建成的 如今市值也是超过了二十亿 这套豪宅也是香港的十大豪宅之一 被誉为红木屋别墅 梁洛诗回到香港之后 李泽凯也没有表态要跟梁洛诗复合 李泽凯没有表态 梁洛诗似乎也一直在明示暗示 可是李泽凯却没有说什么 所以梁洛诗如今也是只能选择皈依佛教 寻找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对于李泽凯来说 梁洛诗如此选择也是两个人之间纠缠十几年的一个终结 以后大家也不用幻想对方了 梁洛诗或许还在等待李泽凯 可是李泽凯如今的心思不在这里 如果到了十年之后 李泽凯突然改变主意了 那个时候梁洛诗却没有这个想法了 不过人也是没有办法后悔任何的决定 以李泽凯的个性更是如此 比如说李嘉诚这么多年来一直单身 没有跟周凯璇结婚 他也肯定是不会后悔的 李嘉诚比李泽凯幸运一些 因为周凯璇愿意无名无分地跟着他 可是梁洛诗却始终不愿意如此 据说当年是梁洛诗主动要离开的 李泽凯并不愿意梁洛诗离开 同时他也曾经挽留过梁洛诗 只是李泽凯不愿意为梁洛诗改变自己不结婚的这个坚持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